主料,白菜一颗,粉条一小把,五花肉一百克,辅料,油,盐,葱,干辣椒四个,花角,酱油,料酒,炒菜料,姜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准备好所有食材,热锅凉油,油热后下入花椒炒香后捞出,下入五花肉片,炒制出油变色,倒入葱姜和辣椒, 调入料酒翻炒均匀,调入适量酱油翻炒均匀,倒入白菜块翻炒,加入少许开水,下入粉条,将粉条埋在白菜下面,盖盖炖至粉条熟,调入盐和炒菜料翻炒均匀,即可,成品,烹饪技巧,对是因为粉条吸水,所以一定不能离开,以免糊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, 别忘了按赞哦!